哥 你干嘛 我 我就把碗洗了 哎呀 哎呀 你放着 等嫂子乱了孩子 出来洗就行了 就这几个碗 为什么要等她出来洗啊 我现在不也没事吗 哎呀 你怎么听不懂啊 哥 你过来 帮我看看 我这手机是怎么回事 对了 嫂子 冰箱里还有几个装剩菜的碗 你顺便洗一下啊 还有 厨房的油烟剂也该洗了 老公 我得回趟娘家 你待会儿 记得把衣服洗了啊 哥 你要洗衣服吗 是 洗衣也没了 我用手洗一下饭呢 哎 家里停水了 洗不了 还是等嫂子回来再洗吧 啊 啊 算了吧 老公 你下来帮我搬一下快递吧 太重了 我哥 他在上洗手间呢 拉肚子 估计一时半会下不来 好吧 老婆 这么大个箱子 你怎么不叫我去搬呢 小妹不是说你拉肚子吗 哎呀 这不是搬上来了吗 那你赶紧去把衣服洗了吧 早上让你洗的衣服 你没洗吗 你早上让他洗的时候 停水了 这会刚来赶紧去吧 这就是你所说的停水了 哎哥 你别做事 妈说了 家伙黄约留给媳妇做的 不然让你做 你是咱们亲哥 媳妇又不是咱们亲生的 坏人而已 小妹 亏你嫂子还一心一意的 喂着你 袒护你 总觉得你是个孩子 不跟你斤斤计较 是不是在你心里 她付出了多少都感动不了你啊 做人要将心比心 你嫂子跟我们家 确实没有血缘关系 可是自从她嫁过来以后 照顾你一日三餐的是她 听着你呢 给你买衣服的是她 生病的 带你去医院的也是她 她一如既往的 把你当亲妹妹对待 你呢 却把她当外人 做着一斤斤 让她寒心的事 等她真正寒心的时候 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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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